8月2日,今下有众多的NBA球星,已经来华进行过活动,包括哈登,汤普森,梅德克杜兰特等超级巨星。 接下来威少也要来华,但下面这位NBA球星来华的画风,和其他球星却不太一样,哈登杜兰特会等来华挣钱。 这位NBA球星来中国,却是为了万里寻亲,他就是圆马次队。 今下转会到了辉雄队的凯尔安德森,人送外号大锤。 大锤是马次赢的第五个NBA总冠军后的2014年的夏天选中的新秀,这次完成转会后,他也进行了中国行。 但他中国行的目的,却是万里寻亲燕祖归宗。 在本周,安德森和母亲苏珊娜,一起来到了深圳任主归宗,这是因为安德森外婆的父亲,是原深圳市新牧村,现深圳市龙岗区平湖街道新牧社区的人,是正宗的客家人。 据说,安德森外婆的父亲姓黎,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移民去了亚美加。 在亚美加,离合当地女人生下了安德森的外婆米丽安。 1974年的时候,外婆一家移民去了美国佛罗里萨。 随后的,安德森的妈妈说上那和当体育教师的爸爸结了婚,才有了大锤。 因此这样算起来的话,安德森的身上,有八分之一的中国血统,网上最近发布的照片显示, 新牧社区的亲人们为安德森和苏珊娜,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。 数十人和安德森母子合影,其中不乏一些年轻苦细的长者。